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告诉我 你永远保护我 你爱环绕我 红尘花绿蓝天资是你微笑的样子 告诉我你是爱 爱的约定不更改 1234567 谢谢天父第一次 告诉我你同在 恩典随着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告诉我 天父爸爸就是爱 你用笑脸帮助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告诉我 你永远保护我 你爱环绕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 弯弯彩虹告诉我 天父爸爸就是爱 你用笑脸帮助我 彩虹 彩虹 弯弯彩虹告诉我 你永远保护我 你爱环绕我 你永远保护我 我착了 一扇一扇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挂在天上放光明 好像是多少眼睛 一扇一扇亮晶晶 万物都要赞美你 这是天赋伟大的创造 青树海洋全都属于它 我手造多么奇妙可谓 我日万物只想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日万物只想赞美你 这世界不会带你创造 青树海洋全都属于它 我手造多么奇妙可谓 我日万物只想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日万物只想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日万物只想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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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万物只想赞美你 Twin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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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tle stars All creation worships God Hallion 大家好! 又是我之家老师今天来跟你们分享 主日学的这一个的课题 还记得上一次 之家老师跟你们分享何神心意的人吗 就是这位大卫了 我们都知道上一课我们提到大卫是如何 从一个牧羊人阶段性的成为一位和神心意的君王 今天我们谈的就是这位君王 这位大卫的儿子所罗门 今天我们要谈的特别的人物就是所罗门 好还没开始之前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的目的 我们要学习像所罗门王一样 在这个学习的目的当中我们要从所罗门的身上 他的经历里面认识到上帝是智慧的神 是智慧的上帝 他的这个的所罗门的这个的事迹呢 他的故事呢全部的记载在这个《猎王记》上第一章第十一节和历代之下 一章九节啊 你要看详细的你就可以看这一段的经文 来了解这位主角啊 神人 所罗门王是谁 好 很快的我们先看看今天主要的经节 啊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我们一起看 OK我们一起念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OK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再来一次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再来认识至圣者是聪明的 好那我们开始看看这一个的所罗门的生平 记得在大卫呢做了君王之后 对吧 他做了君王之后他有一个 娶了一个太太啊 我那个怎样娶这个太太 这个可能下一个故事之后会提到 为什么会有这位太太 很特别的叫巴斯巴 OK 那大卫跟巴斯巴结婚了过后呢 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是神拣选了神所喜悦的 名为所罗门 OK我们也叫他所罗门王 那这个所罗门呢 他的名字也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蒙上帝的喜悦 这所罗门的意思也可以叫做这个太平 这个和平之子 就是在所罗门王 大卫王退下之后 所罗门王接手管理这个国家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非常太平 非常有持续 非常的繁荣 为什么所罗门王能够使这个国家那么的繁荣呢 那我们看看有几个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 上帝在所罗门王身上有他的命定 有他的应许 记得吗 什么应许呢 就是在大卫王的时候 你记得吗 他要为上帝建那个圣殿 对不对 但是上帝say no 为我建殿的人呢 不会是你 大卫 那会是你的儿子 所罗门王 哇 原来所罗门还没有出世 上帝已经要他做大事了 哇 好像你 还没有 妈妈还没有把你生出来的时候 上帝一直知道 要你为他做一件大事 所罗门王 就是要为上帝建这个宏伟 漂亮的这个的圣殿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 第二点呢 就是上 所罗门王是上帝喜悦和特别拣选为王的 因为大卫还有很多儿子啊 但是上帝特别拣选所罗门为王 第三点就是 所罗门是特别蒙上帝的喜悦 even though他的名字 也有蒙上帝喜悦的这个的意思 第四点就是 所罗门拥有属天的智慧 这个是重点 他求智慧 他有智慧的去管理整个的国家 好 在 话说 在所罗门王在积变 献祭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听 这个圣经故事特别喜欢听的这一段 在即便献祭的时候 他晚上他做梦了 所罗门王做梦 那做梦什么呢 上帝向所罗门王显现了 显现了怎么样呢 上帝对所罗门王说 你要什么 我赐 我都能够赐给你 你只要你向我求吧 你要什么 我给你 让你们想一想 所罗门王会跟上帝要些什么呢 好像 比如说 今天你睡觉晚上 上帝在你的梦中 surprise 你要什么 你向我求 我就给你 你会怎么样求 你会求些什么呢 pause 等一下我们再聊 我们先看所罗门王 跟上帝求了些什么 所罗门王跟上帝求了智慧 这个智慧不是属地上的智慧 是属天的智慧 也就是说是上帝的智慧 因为上帝是智慧的源头 所以他也有智慧的去选择 如何的去向上帝求 所以他求对了 他向上帝求智慧 这位所罗门王是不是 steady bond baby 他不求钱 不求权力 不求女人 不求什么什么 就跟上帝只求智慧 你知道吗 他为什么要求智慧呢 因为他身为一个王 他要管理整个国家的时候 他需要上帝 不是以人的智慧哦 我相信人的智慧 所罗门王肯定是有 但是他要求上帝 而来的智慧 去治理整个的国家 很大哦 去判断对和错 是与非 那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如果上帝问你 你要什么 我可以赐给你 你要向我求 那你会怎么样求呢 你会求什么呢 你会不会steady bond baby的求 我要像所罗门王一样 我要智慧啊 这个是名字的选择 好 当所罗门王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呢 上帝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喜悦 所罗门王向他求的智慧 所以上帝不但给所罗门王智慧 更把财富等等等等等等的 所罗门王没有求的一切都给所罗门王了 是不是 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了所罗门王 所以当我们求东西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智慧去怎么求 不要忘求 不要乱乱求 有时候我们求的东西上帝不答应 就是我们求的也不是上帝的心意 也乱乱求 所以上帝不会应允 如果你看像所罗门王那样 体贴上帝的心意 明白上帝的心意 那他求的东西就是对了 他不但求对 因为上帝也应允许也实现也赐给所罗门 有所求的东西 所以他所求的智慧 不是人 只是凭属世的智慧 如果凭属世的智慧 当你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 展现你的智慧的时候 人家看到的就是 你这个人很聪明 很有智慧 很特别 但是人家不能在你的身上 看到上帝的智慧 但如果我们所选择的是属天的智慧 是属于上帝来的智慧的时候 人会从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们所做的东西 我们所表达的 表现出来的 让人看见 哇哦 你这么有智慧 一定后面有一位伟大的神 因为你所做的非常特别 特殊 而且不是很平凡的东西 这个就是属天的智慧 所以人家会在我们的身上看到 我们所拥有的是上帝而来的 荣耀不是归给我们自己 是归给上帝 因为让人家看到我们生命中 我们的生活里面 有上帝的东西在里面 OK 好 那属天的智慧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的智慧是属于上帝的 上帝本身 也是智慧 那我们怎么知道 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人 当你模糊 你怀疑 你犹豫了 上帝的智慧 打开创世纪 看看上帝如何创造世界 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的有智慧 为什么上帝不把人 第一天先造人呢 要先造有光呢 为什么上帝最后一天才造人呢 这个是上帝从创世纪里面 短短的上帝创造世界里面 你可以看到上帝是充满了智慧的 好 然后上帝造人的时候 给人 吹了一口灵 所以我们就 人类就成为 有灵的活人 我们就可以向上帝求 特别的东西 你不可能看到一只狗啊 一只猫啊 一只小鸡啊 跟上帝求智慧 没有的 因为他们跟人不一样 所以在上帝造人跟动物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上帝的智慧 OK 好 从在上帝 当然上帝的属性里面 不单单只有智慧哦 上帝是无限的 上帝是智慧的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 虽然上帝要所罗门王 为他建圣殿 那么你想 可能上帝会 只是住在圣殿里面吗 就是住在那个圣殿里面 不 我们就是上帝的殿 所罗门本身的人 就是上帝的殿 所以当所罗门王 做任何的东西的时候 都让列国看到 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到 哇 有神哦 在他的里面 有神哦 管理这个人的生命 才看到这个人 是那么样的特处 那么样的智慧 所以当我们到哪里 上帝就会到哪里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上帝不只是住在圣殿里面 上帝是在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那个掌权者 所以我们的生命 一定要人家看到 是由一位全能伟大的神 在管理着的 好 好 很快的我们看到 今天也特别短 提到所罗门的 这个的故事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细节 比如说 所罗门如何的去判断是非 在百姓当中 如何做公正公益的 这个的审判官 这些很多的小细节的故事 非常的精彩 所以你们可以去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这个《猎王记》 跟《历代之下》里面 去了解整个 所罗门王里面 细节的故事 是非常的精彩 好 来到我们这一环 反思的时候 我们有反思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刚才我们微微有提到 稍微有提到了 就是上帝问 所罗门王的问题 现在问你 上帝问你 你会怎么样回答呢 你会怎么样回答上帝 你要什么呢 这个我们不急 我们慢慢想 慢慢思考 如果真的今天上帝 问你 Hello What do you want? I can grant you 我可以给你 你要跟上帝讲 你要什么 不要告诉上帝 你要PS5 不要告诉上帝 你要IPAD 想好好 不要先回答 先祷告 寻求上帝的心意 我相信 你一定会选择 对的答 对的 合乎上帝心意的 祈求 OK 记得 重点是要 合乎上帝的 祈求 请求 OK 那第二个问题 我们要反思 或者我们可以留意 去思考的 在我们的身边的周围 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陌生人等等 你有没有发现到 哪一些人的生命 是不一样的 是有来自上头来的 智慧的 有吗 这些人有没有 影响到你 有没有让你看见 他们的生命当中 是有上帝 在掌管的呢 是有上帝 所赋予的 智慧 在他身上的呢 若有 我们要把荣耀 归给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 智慧 是属于上帝的 好 我们的课程 今天就用短短的 15分钟 我们就结束 但是 我们要探讨 所反思 所学习的 我们必须要 我们用一声 的去学习 好不好 好 我们再会看回 今天的这个的经文 是记载在 这个的 给猎王记上 OK 好 今天的特别的经文呢 我们一起念 好 一二七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 至圣者 便是 聪明 再来 敬畏耶和华 是 智慧的 开端 认识 至圣者 便是 聪明 愿我们都求对 求上头来的 聪明与智慧 拜拜 愿神祝福里 祝福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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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